议会定期会如火如荼展开 13号县府进行专案报告 针对离岛建设条例修法内包裹观光赛马场一案 议员董森保质询时提出强烈反对意见 受访时表示 现在小三通路客进不来 明知中国政府繁度 却要设置观光赛马场 县府此举无疑是玩火自焚 县府在专案报告里面指出 依据本会第二期定期会议员建议 与离岛建设条例修正条文 新增十条之三特许设置观光赛马场一案 本席在这边表达坚决反对的意见 2017年金门博弈公投 反博弈方以压倒性的票数取得胜利 七年后县府在离岛修正条例修法内包裹观光赛马场一案 想要暗度船舱 却遭董森保戳破 在定期会质询时提出质疑及反对意见 2017年 陈富海县长您也表达对博弈投下不同意票 2024年却又推动设置金门 设置观光赛马场 离岛建设条例的修法 请一下县府此举不是在撕裂金门居民的情感吗 我们九成的民意基础 反独的民意基础 你置于不顾了吗 董森保受访时针对离岛建设条例修法 内涵观光赛马场设置提出质疑及看法 这份资料其实要送到中央去进行离岛建设条例的一个修正 那里面在这个第十条之三 我们县政府送了一个所谓观光赛马场的一个设置 可是里面有谈到说 如果以后设置赛马场的话呢 就是不是用所谓的这个动物保护法跟所谓的这个刑法赌博罪的这个这个名义就对 简单意思就是说如果未来如果在金门推动赛马的话有可能的话 所以这个赌博罪会进行所谓的除罪化 那我本人是感到相当的忧心 好像过去几年来离岛的民众因为这个促赌跟反赌这个议题进行好几次的共同 那严重撕裂这个离岛居民的这个感情 董森保表示 澳门赛马场现已市场萎缩 新加坡赛马场也结束营运 加上中国官方反对博弈态度明确 现幅此举将令陆克莱津更变得遥遥无奇 我觉得有点偷渡是 新加坡的马会澳门的马会出现营运的问题 整个其实这样的市场其实相对的萎缩 还有大陆地区对于赌博跟赛马是严格强制禁止的 他不喜欢他们当地人民去进行赌博 我在会议的时候也跟我们的县长提醒说 不要搞了这一套到时候大陆完全停止小三通 不让旅客过来 那这样子造成的对金门地区的经济 民生的冲击更大 县府13号在议会定期会提的 里岛建设条例修法建议专案报告 其中县府将建议修正条文第十条之三 开放里岛设置观光赛马场 观光赛马场的申请程序 设置标准 相关监督管理事项实施办法 由里岛县政府定之 特许经营之观光赛马场从事观光赛马者 不适用动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及刑法赌博罪章 要提倡观光有很多的方向 牵扯到赌场的这两个字 我个人绝对是反对的